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一个常试 然后首先是我为什么关注课堂参与度 可能各个老师刚开始上课没有到真的复旦教室里去过 但如果你去复旦的教室或者有幸看一些拍下的视频 你会发现实际上复旦的学生是很骄傲的 他们往往会开个电脑在后面 然后同时手上可能还有手机 然后老师是在上面讲的 然后他们在下面三条线走路 一边是可能会有笔记 可能会有拍一拍老师的PPC的那种动作 但他们大部分的薪资实际上是在手机的微信上面 或者是你的电脑上面的某个窗口里面 因为我们学院是要求那个老师是听课的 所以听课的时候你一般都在最后一看 然后这件事情就经常的被我看到 而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然后我感觉前面几堂同学和我有很多的交流 但后面几位同学我看着他们好像是在看书 但我是不确认的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在想 就是说我们可能把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讲给了他们听 然后希望他们都能接受 但他们到底接受了多少就是不知道的 所以后面马上我就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我辛辛苦苦讲了一个学期 下一个学期或在隔一个学期我用各种方法往往是要动用 我们学工组指导员的力量请他们回来做考试后的再测试 然后再测试的试卷实际上就是当年的P卷 因为我们习目考试是不是有A卷和B卷 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那些当时能拿A的考试 考得很好的同学回答那个B卷 基本上只能拿到C的底 也就是说他们在考试那个前两周狂辈 然后是自己拿到了很好的成绩 然后就忘掉了 尤其伤心的是我让我实验室的同学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些本科生有不少就加入实验室来做测试研了 然后他们实际上反馈也很差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当年到底教了什么 我发了一下就PPT 我觉得我教得很好啊 然后我讲的技巧可能不是很好 因为当时资深老师会说 你讲的时候要一扬顿错 你讲的时候比如说他会说你要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然后不时的时候还要到同学中间去转一圈 然后这样的话同学就会听你了 然后但实际上你即使这样做了 同学们也还是怎么听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呢 才提高同学的参与度呢 然后我现在得到的一个操作方法 也就是最终的结论 就是说我们的课堂不是一个老师的课堂 是一个老师和同学的课堂 而且在这个课堂里面更重要的是同学要参与进来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引用的 那个Justin的那个 我在第二部分会介绍Justin 这个国外的一个教授 他实际上不是个教授 是一些研究人员 他是怎么样启发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 在传统的教授里面可以看到的是 绿点是我 然后前排同学做得很整齐 然后可以看到我还带着博士帽 对吧 他们他都学士嘛 同学们都在那边接受我的知识 然后我给他们讲很多的信息 然后可以看到进去了以后都漏走了 然后这个效果实际上是很差的 然后国外的研究表明 实际上一个学期以后有种教法 他只能保留5%到10% 教了一个学期 再过一个学期 他只留下5%和10% 你当初还要教干嘛 那还不是临场 他要用的时候 把书翻一下 把百步搜一下 就完成这件事情了 那个时候就让我反思 到底是什么回事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学院的领导也请了他来跟我们上课 然后启发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教学做好 那教学做好的关键 实际上是把我们教的东西 真正的让老学生接受了 然后让他们能够记在心里 然后会用到实践中去 那么他的核心观点 就是要有一个interactive的 要有一个互动的课堂教学 然后课堂的主体实际上应该是学生 老师在上面讲 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途径 因为现在实际上很流行的 翻转教学 视频教学 混合教学 都是让学生课下去看视频看书 那个过程实际上知识已经被别人讲掉了 你老师在课堂上还讲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失业了 但实际上不是的 你可以看到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氛围 学生还是这些学生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管道 下面的书口 是要我们帮他们编排好的 让他们在课堂里面一方面是接收知识 这个知识不仅是来自于我 同时也来自于他周围的同学 还来自于他课前看的视频 也来自于他课后复习的书本知识 然后他要输出出去 把它用出来 然后我们老师 我个人在这几年的经验总结以后 我觉得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是把这个管道做好 而不是管道里面传输的知识 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 我如何来做这个建管道这件事情 然后实际上结论是很可悲的 你基本上在课上不需要讲知识点 你做的事情是一个串联的角色 当然你会想 这件事情是不是助教也可以做了 但助教实际上没有到那个层次 然后我们老师还有存在的必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核心的结论 就是说是一个叫白板分组讨论的课堂教学过程 那么他一般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是一个随机分组 然后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会取扑克牌 然后教室如果是50个人以内 那是很容易的 大家抽牌 抽完牌了以后 就每个人可能就有个花色在一起的 各位老师好像都已经分完组了 然后因为除了分组以外 还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组是固定的 这样的话我鼓励他们课下有教的 同时要给他们的道具 就是一个白板 那么我后面会展开讨论一下 为什么白板是合适的 然后可以看到白板是一个展示的 就像这样一块大板在那边 上面讨论的结果是整个课堂能看到的 所以他们的讨论不仅仅是局限在组内 他们要在限定的时间内 把我讨论的话题总结出来 显示到板上去 然后分享给整个课堂 而我不是一个评判者 我是一个参与讨论的过程 我在课程组中间 如果我们这边讨论的很好 那边讨论不好 我就要走过去 那个时候我是要走过去的 不管你们在讨论什么 然后帮助他们进行讨论的过程 然后实际上在国外的那个实践中 这种分组讨论 使用白板的讨论 是能够扩大到200人的教室的 而复旦因为分班 就是小班的教学以后 实际上我的班课堂最大也就有四五十个人 然后我觉得一个分组 一个白板是很关键 接下来是一个讲授 就是说什么时候讨论 是说我讲了十五分钟 到二十分钟以后进行一次讨论 我们现在可能讲了七八分钟了 如果中间有问题 大家可以问我 因为这边又涉及一个 大脑能够集中接触信息的 一个应该是心理学上的认识 就是说大脑只能够持续 十五到二十分钟接触知识 中间他就要休息一下 当然你不能把学生放出去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引入讨论的部分 然后让他们组内 可能有一个比较放松的论围 进行休息 那么在这种课堂的设计下面 实际上不论是两节课在一起上 还是三节课在一起上 是连着上的 中间都需要休息 因为老师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实际上也可以有一些休息的过程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讨论讨论什么 讨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复习 有就是说我会要求学生在课下进行预训工作 那么怎么样看这个预训的结果 有些老师可能会喜欢用课上的那些 整合在视频里面的小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太烦了 因为更新才麻烦 我做的事情往往会在课前或课程中间 把他们应该掌握的 或者已经被我多次提到的知识点 作为一个考核性的讨论的东西 整合到我们的白板里面去 然后小组得出的结论会打分 这个打分是一个奖赏性质 就是说你答的不好是不会罚你 但你答的好会有加分 因为我想希望的是 就是鼓励同学积极地复习 但也没有强迫他就必须去复习 第二这个待会我会举例子 具体怎么做复习 那么我觉得我的教学最主要的是 要鼓励学生去用知识 所以在课堂里面 很大部分是一个应用的环节 也就是说学到的知识 怎么样把它用起来 然后怎么样用这个知识 去分析一个现实中的事情 因为可能知识都是个理论的东西 都是书本化的 可能很教条 但是实际上我们学了知识以后 尤其是大学以后 很可能直接去就业了 他们的学的知识要去马上用的 对我们生命科学而言 两个领域是密切相关的 一个是能业 一个也就是和我们的知识相关的 另外是医疗 所以我会在我的课堂里面 紧密地结合 实时的热点 或者一些新的研究进展 然后说这个知识 怎么和我们以前的 那个讲的知识点 或者这个新闻 怎么和以前的知识点 联系在一起 第三方面 我的课堂实际上 是鼓励学生去做科研的 所以我就会重现一个 叫科研再发现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里面层次 实际上是一个让同学 对学到的知识点进行分析创造 以及在评价的过程 那么这边是我在我的那个课堂里面 整合的内容 而这边实际上是有一个学习的三角 学习的三角就是 最底层的要求就是你讲完知识以后 它能记住 一般来说我们期末考试试卷 实际上就是让他们能够做个名次解释 能够把问题认出来 能够把前空间填出来 实际上是比较低端的 而在那个学习的金字塔 或者三角形里面高端的技能 就是要分析这些知识 用这些知识 以及评价这个知识是不是对 然后我希望我的课堂 能够传授这些能力给他们 因为毕竟课堂时间有限 能讲的知识也有限 然后我不把育养能力 作为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现在以我那个 细胞生物学的课堂为例 看一下这边怎么样用 就是怎么样把那个白板讨论 整合这些东西 这上面有什么疑问吗 就是给低节课一副牌下去 抽了以后固定分组四个人 然后有些同学会客下 偷偷地跟我说 老师我基础很差 或者说老师我网上视频看不了了 我说你不是有四个同学吗 你们四个同学都解决不了 再来找我 那么往往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所以要充分相信 复旦本科师的能力 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些参差 但是当你随机分组 或一般组内都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 然后后面就是说 会有四个同学一起来找我 我说老师我的基础很差 我怎么样能够拿A 我说你要拿A的话就平时要表现好 平时表现好就把预习工作做好 但是他说有没有课外的参考书给我 我说课外参考书都在教学大纲里有了 实际上就是一本书 然后你应该是在课堂上面 及时地把这个知识应用过来 然后这个应用的过程 我会事先告诉你 你也没有办法预习 所以认真轻讲是唯一的 就是把这个课堂表现做好的方面 其他的话 其他什么我还遇到 那好像没有一般就这些 这样的话用分组讨论 固定分组 就完成了很多 很可能学生要反应的事情 但是他们自己决定了 我就轻松很 那么我以细胞生物学来为例 讲这个三个层次的东西 首先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围绕DNA复制的 因为这边很多老师 不是生物学专业的 那么我们在这节课的前一节课 跟他们讲了我们细胞里面 复制DNA需要哪些蛋白质 然后当时是有一些视频在 然后有一些试图在 在这张试图和之前的视频 是有些差异的 那么在今天的课上面 我们实际上一开始要复习一下 DNA复制到底需要哪些东西 然后可以看到 我这边是一个字母在哪 而这道题目是一个考核性的题目 因为我前面讲过的视频也有 书上还有 而且是个考核重点 那么学生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默认他是所有的都知道了 什么DNA的模板链 新生链 引物 引发酶 然后解学酶 所有的酶都知道了 所以在模式一里面 我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让学生 对我一个问题进行回答 我期待的回答在这里面是个列表 也就是说我这边可能有20个项目 我想你的二项目一对应给出个答案来 这只是一种形式 你也很可能 我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列表 说你能不能比较A定义和B定义的差点 这是名词解释经常有的题目 但是我让他们用表格的形式 就是说现在有A和B两个名词解释 那么你概括性地把它说他们的差别点在哪里 在那个表上显示出来 还有是简图 我觉得简图用 就是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画在板上 而且是很直观的 简图是把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理清楚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具体的操作的话 你是需要讨论一下你的学科里面的特点 所以这三种都是能够很快在一个白板上写出来的 而且谁写都没有关系 因为讨论以后写出来的讨论过程是更重要的 那么这种模式适用于一个复习 适用于串联 那么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的知识点在最近几年 最近两年实际上不是面面俱道了 就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识点 我才会展开讲一下 而在课堂上大部分做串联的工作 那么这边串联的实际上是DNA蛋白质功能的一个口核 而这边最主要的还是个复习的过程 这是模式一 实际上每个学科都应该很容易做出这样一张白板的图 然后这样的白板期待 他们这道题目可能需要花五到七分钟时间 五分钟 然后我会在那个时候不同的地方走一走 然后给一些自信满满已经写完的组 看一下哪些最不错 然后一开始我会跟他们说你们组内讨论 组间竞争 在我那块大的白板上面我后面会展示 右上角是一个固定的区域 今天出席了四位同学把名字写上去 如果缺席了那上面就三个名字 而每一次的白板的那个第一个页面是要拍照给助教的 而助教也不需要每周收集 他只要把那些图片 我们是建了一个微信群的 我老师是不在里面 但助教在里面 所以助教会去学生把那个白板的照片首页拍进来 然后微信群能够保留一个学期 然后助教只要期末的时候 把微信群所有的照片下下来 一看就知道哪些同学不在了 所以出席率也是能够保证的 因为在教学大纲里面 我说你不来并驾试驾怎么样都需要说清楚 所以有了这样以后 也不用花上十分钟时间去点击了 基本上不会有人不来 因为他不来了以后 这个平时升级会受影响 而且那个作业也会受影响 我的作业实际上适合讨论的内容相关 而且一般是网上搜不到的 所以这样的话 这是第一类 复习为主 把知识点串 第二类就要求比较高了 然后这个模式啊 在我们细胞周期里面 很重要的概念是细胞周期蛋白 是怎么发现的 以及细胞周期蛋白 那个相关的调控是怎么样 所以我在这边是使用一个模式图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是说没有处理的怎么样 处理的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关键的RNA酶 是把RNA降解掉 是很专业的知识 那么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有红色和蓝色 两个曲线在那边变化了 那么在这样的变化的结果以后 我就跟学生说 我现在有第三个和第四个的处理 请你们预期我们的红线和蓝线会怎么变 那这道题目这个字有点小 因为是从教材上弄下来 但我会在那边解释 然后什么学生会在那讨论 然后会画出一个示意图出来 那么我个人定义 所以这种模式的白板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对知识的扩展的应用 因为它是直接用这个知识 可能20分钟以前 我讲的就是细胞周期蛋白 以及细胞周期蛋白是怎么调控的 那么现在我说 它的调控是这样 那么因为它是个依赖于RNA的 然后我把RNA降解了 就变这样了 我现在取掉的一些东西 捕回了一些东西 请你看 这是一个直接的结果 请你看会怎么样 然后它们都会画出来 这是第二类 那么第三类实际上是比较高级的那种 也就是说 能不能有一个知识在发现的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引用了 最原始的科研文献 可能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在那个基础课里面 可能不太会用 那么这个图是说什么呢 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细胞周期蛋白的抑制在这边 然后呢 当年得到了细胞周期蛋 和CDK的抑制剂的 有一个核心实验 那么在这个核心实验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 有些蛋白质在这边 有一个调控在那边 然后我给它们 因为我自己上课的时候 往往会怕我自己会忘掉 所以所有的我的白板的 上面都会有这样的符号 然后学生也会期待 紫颜色的部分 是他们那个的 所以我的PPT出来以后 我也会意识到 我要给他们时间 提醒自己 要给他们五分钟 或三分钟的时间讨论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遮掉的部分 是一个当年得到一个 结论的核心知识 然后问他们 当年的核心实验 应该给你一个什么结果 而且是检测的是什么对象 然后可以看到 我把参考文献放在下面 是让他们如果没感兴趣 你可以回去再查相关的文献 但是我让他们做的是说 为了得到一个结论 说这个蛋白 这个A是B的一个意识剂 你需要做一系列实验 我把实验条件基本上给你的 但是最核心的检测都没有讲 然后实验结果也没有讲 那这个对知识的要求就很高了 那么我就是说 适用的是一种叫 知识创造的过程 就是说当年通过这个实验 得到核心结论 这个核心结论写进了书里面 然后我反推回去说 假设你来做这个实验 你设计的时候说 你要设计的实验的检测是什么 然后你在做实验之前 预计的是什么 然后有的时候 我会引一些实验 它是不完美的 对照组 我可能下面遮掉没有出来 说你看到的这个结果够不够 然后说你需要 补什么东西上去 也就是利用原始科研的 工作里面的那些关键的图 这些图找起来其实不难 因为你找研究生的书的时候 就能翻到这些 然后现在给本科生用 所以你把它截出来 选出片段来 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 一个是刚才是体验知识赛创造 这个要求没有后面那个高 后面那个是批判性的 因为有时候当年的结论可能是错的 或者不完美的 后面有后续实验补上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小结一下是我有三类实验 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复习的模式 也就是说串联知识点 或者是说马上讲完了以后 用列表提上更填 所有的白板基本上的回复都是列表 简表和简图的形式 就后面那些问题 基本上的简图也可以打出来 那么第二类实际上是让同学们给我一个预测的结果 预测的结果不是要求很高 因为你会把一些预期的先给它 然后再让它出来 而第三类是一个再发现知识的过程 然后这是我用的白板 那么前面我说我是每15分钟或20分钟准备一次 而一堂课是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的呢 我现在有一个整个的PPT的一部分 那么因为那个是讲时报周期的 我在开场之前有可能同学会迟到 所以我会一开始先放一些视频 放一些有兴趣的东西 这边展示 这年上课的时候我展示电竞照片 以前我可能会云光照片 有的时候会有动画 反正是每年都有些心意 免得上一届学长传给下一届学生 这届学生看了以后 就没有兴趣来听一开始的东西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些简单性的回复性的东西 然后进入我们细胞周期的主要环节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张是讲细胞周期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马上出了一个复习性的题目 这个复习性我们仅仅看图 可以知道这张图是这张图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是把整个细胞周期 有几步跟他们讲了讲 然后红颜色的标示出来说 里面的特征是什么 那么从18讲到32 我差不多花20分钟时间 有时候会更长一点 因为一开始进教室 他们刚刚跑了一段 经历相对来说是比较相对长的 集中比较久的 所以我先来一个复习性的题目 确保我一开始讲的这个知识 被他们掌握了 而细胞课我没有完全翻转 是混合的 然后如果是完全翻转 我可能这个就不讲了 那么我有的时候选择讲的原因是我认为视频或书上没讲好 或者我认为视频书上讲得太啰嗦 所以我会再讲一讲 那么这是第一类的复习性的 也就是这边举的例子和前面不一样 这边是一个知识 然后把关键点去掉以后让它复述出来的这种形式 那么和上前面是回应的 那第二个就到了一个实验部分 可能前面老师说 你直接上来让学生预计一个实验结果 或者是猜测一个实验结果 是不是难度太高了 我这边给的例子 实际上我不是一上来就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这边看过来说 我讲完这个以后又稍微介绍一些知识 然后进入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可以看到的是 我有一个实验描述在左边 而我右边直接就把结论 以及分析的过程告诉他们了 也就是说我会在上课的时候 带他们一下说 我期待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讲完这个以后 我再进入这个 也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实验预期一个结果 因为我刚刚告诉你 对于这张图你得到这个结论 我参考文献是红字 那我现在要的是这张图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然后应该是马上用知识的过程 因为知识已经讲过了 那么怎么用知识教你一次以后 你再把它模拟一次 我就期待你应该是很容易的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所以这边不是个跃迁 是我带他一下 然后他才开始做的事情 然后讲完这个以后 我就扩充了一些知识以后 你可以看到进入下一个实验了 进入这个实验以后 我就没有完成的和他这边全部讲了 这边是隐藏了这样一个实验的结果在这 这个结果是被我盖掉的 那么他现在是要把这个回复出来 然后这个是酵母里面的实验发现 这个是人里面的实验发现 然后你也看到是从图上面 是这一支和这一支 这一支和这一支都画了 那么我在酵母里面说 你得到什么结果 然后我在人里面让你再预测一次 也不是要求很高的 是一个延展性的知识运动 所以我从这部这部以后 实际上已经 我认为他们已经学会了 那个实验里面怎么分析 然后我到刚才那个第二个办例 就是这张 这个例子在这儿出现了 这边是个抽象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画出这张图 这种折线图实际上是有实验依据的 这个实验依据在这边 已经被我反复强调了 所以我画这张实验图出来 我认为他脑子会想起当时的实验 然后我把实验的情况描述以后 我再预期让他讲那个预期实验结果 这样的话 我希望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脑子里面想的是前面两个 慌慌的事情 那么这个已经 这个肯定要超过一个小时了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再接下去 而这个如果有新的同学 课后复习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会发现这个课的趋势 实际上是和这个结论是一侧 所以我们在这边整合了一个 他们已经把知识 发现了以后 回到这上面去了 也就是说课下复习的时候 他们是能找到 文献在这儿参考的 那个是 差不多一个小时内容 然后我们上面的已经讲过了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最后那部 相对要求比较高的那部分 那么这部分的实验实际上是为班级里面的 那个比较出色的那些同学准备的 因为整个班级 实际上水平是不一样的 然后大家可以尝试的一件事情 是做基线测试 最近几年我做的基线测试的方法是 把前年或者是前三年以前的B卷拿过来 然后第一节课的时候请助教 就是我可能讲一点点就走了 然后出课牌分完我可能就走了 助教在那边一个小时 我在那个深导课 也就是高中生刚进来那个 生物学的平台课的时候 我是肯定做这个的 是包有说做有说过 因为学期 每个学期稍微有点变化 做的事情就是以前的实验让他们测试 助教会去批主观 那就是课关题部分 我会看一下主观题 从而整个班级里面水平是什么样子 我在上课第二节课 也就是我真正完全讲的第一节课之前 我是知道的 这样的话我会设计这种模块 会按照学生的那个增加多或少 因为实际上科研里面的意思很多嘛 就是他们能力高我就多选一点 能力少就少选一点 那么这个能力高在哪里 你一看到这个就是看模式图的话 我上面是有个问题 然后这边的紫色部分 实际上是回答以后再出来的答案 也就是说我是让他们分析一个 实验现象得到什么结论 当年知识写进书里的知识的发现过程 就是有个实验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这边是个归纳总结的过程 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归纳总结 这部的结论会成为这部的一个影子 而这部的结论会成为这个影子 所以它是连着归纳了三个结论出来 把一个很深的知识给同团 这个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掌握 但是一个班级里面如果十个组的话 三四个组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因为要相信谁 当然你可能一开始不相信学生 试了一两年就发现他们实际上是能做出来的 然后这边整个过程我会抓核心知识点 然后把它弄出来 然后这边看上去是蒙蒙不过 但这边是中文部分 然后马上你可以看到 我有快速过的三个 我说我这三个结论不是平白复得出来的 然后对应的这张图是这张大的图里面的一张小图 对应的这个中文结论实际上是这篇原文里面的一句话 然后三个串联在一起 从而都是有依可据的 因为我看上去不是那么老 然后为了使我的可信性增加 我就选用这些经典的东西来帮助我 然后这边是过得很快的 只是做个例子 但放在PDF里面或者PD发给学生的原因是 不是有差不多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同学没跟上吧 他们有兴趣的话课下就可以去找 那么有些同学懒得去看整个PDF的 因为有时候原始文献看起来是很难度的 所以我就放到了PDF里面去 我就放到我们课件里面去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最核心的 然后你即使不看我的课外延伸材料 你看了这三张图 然后再回想我当时怎么讲的 他们就应该有体会了那个知识在发现的过程 我认为知识在发现对于科研型的学生是很重要的过程 然后我的课堂在最近的两年实际上都是做了那个实时录音的 这台电脑没有 也就是说我的课件是在课下就分享给学生 我的录音会也会放到那个e-learning上那里下载 万一有个同学在中间课设了五分钟四分钟也可以去翻出来 这样的话也充分给他们各种信息在那儿了 那么这个的话就完成一个环节了 你看到我这边的就是进入一个大纲开 类似大纲的知识点了 然后就进入其他的介绍部分 那接下去你就会发现这张图 这张图是在这里 然后因为它是在我们的细胞环节里面 这个细胞周期里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实验了 所以我这边没有任何预期直接出来 但时间控制上又是一个15大纲钟 因为我就说了讲了15分钟大家都疲惫了嘛 在疲惫的情况下现在效率肯定是很差的 所以我就给它放松一下 那么这种问题肯定是需要五分钟的 然后复习性的问题你可以卡时间 因为有时候你为了让复习性的问题能够打分的时候 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读秒 这样的话 而且是要同学间监督 就是说这组答完了以后 我说时间到 那些组在写 别的同学会说你们不能写 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走过去再点评 因为我后面会有例子 然后再讲看 所以在整个 这是一个课程设计 这节课要讲整整两节 然后也会看到我后面还有些延伸性的其他的信息在那里 那么细胞周期实际上很重要 讲的时候很多很多知识点 但是我通过视频通过书 实际上我希望大部分的知识课下同学都会再获得 所以我在课堂上是使用三种模式来组织一个讨论的过程 使他们那个参与到课堂上 那么有些老师可能会想 那个这种参与的模式 课堂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现在放的是一张现场照片 然后这实际上是一个中间吧 这个教室应该是40人的教室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们是第一次上课 然后当时我让他们复习的一些基本作用 答案是在这里的 然后我很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 当然后面每个教室都是这样的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就看到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和我其他的尝试有比较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 所谓的前途就是让所有的学生都关注你的那种课堂 每个学生都在上面看 然后这个我问他们的问题是类似于我前面展示给大家的模式一 这个模式一是我新讲过的知识 而这堂课上面我是让他们复书出来或者说回忆高中里面你们学过的细胞器有哪些 我给一张模式图说你有很多知识胞器我把字母拉起来 这是裂表嘛 然后他们一一对应了在那二很有兴趣地在那里面裂 因为组内组内精进的好处是一块白板所有的人都看到 然后你的组里面只写了一条两条是会很尴尬的 然后每个组里面即使三个人是感觉是互进的肯定会有一个人很有免责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不用担心那个板上会出现任何东西 而且你还可以走过去 哎呀你们组怎么没有反馈啊 那写上去啊 你站在边上的时候他们过多少也会写东西上去 然后组间竞争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他们会形成的习惯 一开始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可能不那么主动 可能还要老是提醒一下 然后到后面他们就很自动了 所以那年上课的时候是在三教 三教还没有地方放一些白板 所以他们是每节课上课前 组里面的男生花十分钟从生物楼把白板搬到三教 上完课才搬回去 下一个天就比较痛苦一点 但是他们形成了模式以后我也不用催了 那么所有的同学都在看 而且整个课堂三节课四十五分钟 全部都是清醒状态 不会出现最后一节课出现那种碎的状态 而且是三次五的课第五节课 实际上不是很多 然后他们都会一边吃一边看 无所谓啊 因为你们在动脑筋就行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对一块白板而言 不是仅仅学生画上去的东西 我给他们的笔是蓝色或者黑色 我的笔是红颜色 或者是有个同学会拿到红颜色的笔 去其他的同学的板上去指振 然后我有的时候是所有的板都看 一个十块板看过来可能花点时间 但是开学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因为有些同学不够主动嘛 那么我每块板点评 然后他就知道写得不好 不仅同学间可能过不去 我还知道你们组不好 然后到后面以后他们就会很主动了 那么这个是一系列的复习题 你可以看到他分了区域 对吧滑了线 一二三四五六 那次应该是其中左右 然后我把所有的知识点 做成了很多个问题 然后就是都是基本上是简图嘛 也有些列表嘛 红笔是错误的部分 然后错误的部分有可能是我去点评 然后同学自己加 也有可能是同学兼护评以后画上去的 所以当有一块白板 作为他们的展示空间以后 这个理论课堂就会十分的丰富 然后老师的经历 从前几年的讲 我到底怎么讲好 变成了怎么把课堂组织好 让他们把知识用起来 这个侧重点是有切换的 所以要放弃自己讲自己擅长的东西 要认为学生是有能力把这个知识学好的 可能是要转换的 因为我不是第一年就这么做的 因为后面可以赶紧给大家看时间表 然后这个不仅仅适用于理论课堂 而且适用于实验室的课堂 因为在最近三年 我们还尝试主动学习在实验教学里面 那么这边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前一次的实验内容是一个支离小抽 就是相当于把DNA从细菌里面提出来的过程 然后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 是故意的没有把最优的实验布置给他 而我们课程设计的目标之一是说 学生拿到一个实验方案以后能够自行优化 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就设计了一个自行优化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黑色的是一个复习性的 我第二节课来上 我说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小抽 大家结果都不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忘了什么步骤 所以所有人不看笔记默写整个复习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123456789都下来 然后下来以后我就选了一个扁 我就选了一块板 说你们觉得哪些地方可以有改进的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改进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说 我去买买买其他东西 我说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因为你要根据学生板会的那个讨论结果 限制他们的讨论范围 从而把它们引到你 希望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上面去 那么最终这块板是小结出来 因为选他这个板的原因 是他黑色的部分写的最好 然后红颜色的部分是各个组之间 七嘴八舌讨论以后 我总结了写上去的 所以第二天第二次的实验 在第一次实验讨论的基础上 他们讨论讨论完了以后 贵总出来这样一块板 那这块板上说我要改这四个步骤 然后看实验结果是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小结完了 我会把这块板翻过去 就是说不是要你拍下照片 照着它破 而是印到你的脑海里面去 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教训 很有可能他们就一张纸在那 要他们对下来脑子破 只动手 这个是很常见很常见的 所以在课堂里面 在实验课堂里面是 有意无意地限制他们去过去治疗 而是要把他们明解的过程 整合到超过程中心 然后所以这个 我就是说我的白板讨论 不仅在理论课堂 在实验课堂里面 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讲了一段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我来演 就是小结一下 这几年为什么到这样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我入校是一年 然后一二年时候就开始教学了 那么前两年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个叫分组课堂展示 40个人分成10个组 然后每个组抽签一下 给一个话题 回去准备两周 然后可能下周你要讲了 你课前这个组找我一下 我帮你优化一下 然后课堂进行展示 四个同学全部站上去 讲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同学在讲 下面36个同学在那听 这个课堂有学生参与 但很大程度上是四个 然后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更大分出现的 可能就是一个 那个时候就变成了 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 在那唱装潢 然后我后来限制他们说 四个人必须都讲 所以变成了四个学生 和一个老师唱鼓桶 还是不行 然后后来我说 就是36个同学 必须要问一次个问题 不问那个问题 会导致你们后面 就是平时成绩差 就是有个计分计时 这样的话我很办 我要勾哪个组问问题了 然后一个小组里面四个人 往往是一个积极的人 站在问问题 其他三个还是沉默的 靠上了大腿 其他三个人就可以那个 所以这个课堂还是不活用 而且一个课堂实际上 只能有一次展示 你一个学期16次课 可能是14次的课堂展示 因为前两周 他可能没准备好 那么你也最多有14次机会 然后一节课如果是三节的话 也就是20分钟 而其他的可能两个小时 就是全部是静默状态 然后你在耳朵讲 然后像我怎么样 也不知道 到期末的时候 一张考卷上来 他们的考卷的反馈 很可能是一周狂备的结果 有可能是三天 也有可能是一天 因为你会后面去问他们 你怎么考那么长 我说他们会说 我另外一门课在考试 所以我只有一天时间狂备 这个我是在用的 因为这是个惯例 很多老师都在用 而且是 很多很多老师都在用 而且是 个人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可以看到 在13到15年期间 我一方面是说 继续保持了 小组课堂展示的部分 第一方面用 弄了一个叫iClick的东西 那个时候学院的院长 实际上从国外买了一套设备 这是个硬件设备 然后每个学生拿到以后 能够做ABCD的选择 所以我在我的当时的课件里面 不像这种课件 这种课件是画了一块白板 当时的课件里面 上面会有一个iClick的符号 提醒我说 你要留出时间 让他们ABCD选 不要直接把答案漏出来 然后在历史的课堂上面 每个学生拿到一个 每个学生的反馈会 动态地记录下来 然后当然要助教分析 然后看ABCD 我跟他们说平时成绩里面 看你的正确率的 那这样的好处是 至少学生会在听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 差的学生可能不在乎 然后看了 大家随便选一个 我反正不知道 随便选一个 老师知道我出现了就行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签名 点名就变成了 你有没有iClick的反馈了 好的同学也会在那边 很快地反馈出来 就是花相当多时间的 实际上是中间的同学 但这个是一个独立的过程 虽然他们有课下分组 课堂展示 但是在iClick的时候 实际上各自为战的 彼此之间没有交流 然后那个时候 翻转教学 我们和教学开始 越来越热 然后很多建设的时候 都需要你把这些题目 整合到那个视频里面去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他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在尝试 回答问题了 和我在iClick的 也有其他差别 那么他们在课下 把那个 就是学了个知识 马上反馈ABCD 和在课上 再做这些事情 好像没差别 然后我在思考 我们课上最重要的资源 然后我的结论是 课上最重要的资源 是40个同学在一个教室里面 然后我那个时候 也有一些其他的经历 让我感觉到 促进同学间的交流 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个时候发现 毕业时候工作好的 或者申请好的 往往是交流比较顺畅的 而且是交流比较活跃的 一些学生 所以我把促进同学间的交流 尤其是用科学语言 来进行科学交流 作为一个 我的课堂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在小黑 既然40个人都在教室里面 而且我已经给他分组了 那我能不能把这件交流的事情 同时在这个课上做了 那么14年年底的时候 Justin给我们上了课 所以他和我有讨论 然后他那个时候说 建设促进组内讨论 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建一个很高端的教室 然后有很多很多先进的 这种多媒体的设备 但是按照他在那个Michigan 就是美国的一个城市 以及在韩国的实验结果 最好的还是白板 然后我这些白板不是很便宜吗 150块钱 他晚上就能买了一个 很禁用的三年都没有坏的白板 你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水 一换上水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擦子 擦子也不需要你提供 因为一开始我提供擦子 过了一段时间 擦子全没掉 因为学生会忘掉 直接让他们用餐巾子擦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到了15年 年初的时候 上次的时候 就到了白板的登组讨论 然后实验了两年 然后最近也一直在用 而且做的变化 是前面讲的时候 我知识点还不放心 还不给他们讲 而最近两个学期 我基本上都不讲这些点 就是专业的课 细胞课是一个专业技术课 我可能会稍微多讲一点 因为我觉得书上 或视频里面的讲的 不够简洁明了 我觉得我的理解更加 理解更方便一点 所以我会多讲一点 那么在普通生活学课上 我觉得大家都是能看懂的 所以我做好的 是把教学大纲做好 就是视频的观察的重点 你可以从教学大纲上看到 那么我在课堂上 做的就是考核你 讲的怎么样 以及零散知识点的应用 因为前面可能讲DNA 后面讲细胞周期 而这两者实际上 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在讲了 细胞周期的时候 把整个DNA拉过来 做串联的事情 那么在16年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是 那个时候 那个学期 我的那个教室 被分到光华楼的四楼 然后三教和丽人生物 是跨一条光华大道就行了 那么光华楼的四楼 和我们丽人生物楼 实际上是蛮多距离的 而且那个路面 就是那个楼梯 还是有点滑 那个学期我在想 既然深处讨论 加有个讨论成果的展示就行了 我能不能省掉了白板内部 那次我让他们是默认 带一张A4的白纸出来 然后白纸的结果 我会检查 然后他们讨论的结果写在板上 然后讨论不是 还有签到吗 签到还是拍照 编发读教 但是那个白纸讨论 实际上是不行的 因为缺掉了一个展示的环节 也就是说你这个组的结果和这个组的结果是没法互相看的 就是说他展示出来那部没有了以后 他们没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成果的东西 然后老师的点评也不是及时的 有可能需要微信群里部教所 而老师有可能走到这个组拿起来读 然后别的组做的差实际上也不会被发现 所以白纸讨论实际那个学期以后就放弃了 后面我就跟教育员说 还是给我放在我们的那个星107 我们的生物楼里面是有个教室的嘛 所以最近的三个学期 我实际上都是在星107里面 也就白白也不用一来一去的那个过程 所以经过这些演化的过程 分组讨论可能 分组课堂展示 可能在期末的时候可以用一次 然后那个时候要设计好 要所有的人都参与 而且听众要有反馈 设计好是可以做的 但每节课都做 效果应该是不好的 因为你的频率不可能很高 但是可以做一次 一个一门课一个学期做一次 iClick是独自反馈 没有互相间的竞争 然后好的反馈得很快 差的也反馈得很快 中间会思考一点 没有互相帮助的过程 因为好的帮差的 实际上不是对差的 不仅仅是对差的有用 好的自己的支持在右里面 他要说服给他的不好的同学 懂的这也还是个能力啊 所以不是我说要促进科学交流能力吗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 组内讨论是各方受益的过程 然后白板讨论以后加白纸讨论 白纸讨论是不建议的 我开始先小结一下我最近的一些尝试 花了差不多四十分钟时间 首先我是承认一点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的 我只知道我的专业课 然后我相信视频 现在建设的在线视频 现在的教材都是很好的 知识点都讲不透了 所以经过这几年的实践以后 我上课的重点是把知识串联起来 是给学生创造运用知识的管道 让他们互相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当然课上一开始的时候是会比较 问问题会比较小 但是其中 他们肯定会问很多很多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 我会自己也有一个白板的角落 那个时候他们的问题 我会放在黑板的角落上记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了 课下去查 查完了以后 即使反馈给学生 下一节课之前肯定反馈了 这样形成了一个同学课上问出的问题 在下一课之前肯定已经被解决了 这样一个问问题和即使反馈 有一个良性循环 一个是学生间课下问 课下互相帮助 一个是学生问老师 老师不知道写在白板上 老师的白板上 然后课下反馈给大家 所以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然后这么做的主要原因 是关注一个课堂参与部 因为我不否认 会有很多课堂老师讲得很好听 然后所有的学生都在听 但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一方面呢 需要有语音意量顿挫 而且你在所有的两三节课 两个多小时 你要全部的做到一个说书的状态 就是太难了 然后当你发现后面学生都不在听你 或者是学生假装在听你的时候 你的上课机器是会受影响的 而现在这几年的课堂 他们都在看着我 然后我讲什么 很快就会反汇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 是一个良心的互动 你会觉得和他们上课 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而他们问出来的问题 有可能会促进你自己的科学研究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不断地在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双赢的过程 所以提高的课堂 提高的学生课堂的参与度 不仅仅是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成效 而且会对老师有很多的帮助 一个是精神上的 一个是自己的实践 实践的科研中的 那么提高课堂的教学成效 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期末考试 我们关注的是过了一个学期以后的期末考试 或者我们关注的是过了几个学期以后的期末考试 所以大家很可能会说 这个期末考试大家考得很好 然后我斗胆地请大家过一个学期以后 把学生再拉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要动用一些学工的力量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直接说 你过来有五饭吃 二十块钱就解决了 因为用他们一个多小时时间 然后考完就有饭 对于饭的吸引力还是肯定能做出来的 然后教发中心这种钱肯定是有的 然后我们关注的是一个长效的教学的效果 因为一张很好的期末考试不代表什么 我们想的是我们教给大家的东西 肯定是我们在之前学习工作 总结出来最有用的 然后我们希望教出的东西 在他们工作中有用 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个长效的 那么短期的长效 就是过一个学期以后 你的知识长得怎么样 长期的长效在我们生命科学学院 是一个参加自主科研 做自己的课题 然后做自己的小发现的过程 然后这些学生后面可能会申请 拿到很好的研究生院的全奖 这样的话就体现在一个能够汇报上的工作上去 但我更期望过了五年 过了十年以后 他们会成为一些知名的研究人员 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现在说出来是不是会有人相信的 所以从考核指标上来说 比较容易的就是过了一个学期以后看 再测试 然后在那个再测试的时候 客观题往往是死记硬背 才能做好的题目 是很差的 不管你怎么样都是很差的 但是主观题是说 你的知识理解以后才能打好的题目 过一个学期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化 尤其是这个学生进了一个 相关学科实验室做科研 所以你需要和学工主的老师有交流 我知道这些学生进了生态的 那么和生 就是普通生物学不是有个生态的模块吗 生态的知识在主观中 他们肯定会打得很好 作为一个对照嘛 所以所有一张考卷是要分开来分析的 这是第二个 但是教学成效 我强调的是要追求一个长效的教学成效 然后是这个白板分组讨论的关键词是白板 白纸做不到 然后iClick做不到 原因是它是有一个拥有自主权的道具 他们小组讨论的结果是展示在白板上面 给所有人看 然后充分利用它 然后促进学生间的互动 促进师生间的互动 然后刚才已经强调了 因为我的白板问题设计的时候 是注重知识的应用 然后显而易见 知识应用的这种应用的能力 实际上是一个很长效的教学效果 这个是没有办法很良的感受 那么因为我的课程 实际上都是希望学生能够以后去发现知识 把知识写进教科书的 所以我在我的第三个实验设计里面就是一个知识在发现的过程 然后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我的自己的经验部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然后我自己的经验已经有中文的那个教学性的文章 刚刚出来 然后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仅有的问题 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 然后他们已经出了一系列的书 很多基金会也投了很多钱 HHMI投的钱就资助了那个Justin的人 我后面一个小时讲的就是他当时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什么都不看 可以看这篇 对我这边没补上了 说关键词the science of teaching science 因为我不是理科的嘛 我文科可能有类似的文章 那他这边关注的就是说已经15年了 那个Nature发的这篇文章的原因是 一开始提出这个理论已经15年了 15年以来整个美国的跨大环境都没有改 教那个科学的时候还是lecture就是在上面讲 然后他说已经有那么多的研究告诉大家 这是没有用的你们不要骄傲 你们要去促进主动学习 然后他就那边总结应该怎么办 反正Nature science都说了这件事情 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